大家好 那刚刚的闪电讲应该就是 大家有被电到了一下 应该都有醒来 那下午是由我 我是新颖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开源社群的协力 新法 那我自我介绍一下 其实我是一个管院人 我读的是工业管理 那我是个科技麻瓜 虽然我这么跟人家说的时候 人家有点不相信我 因为我在开放文化基金会工作 但我有个特点 我在很早的时候 我就已经 我对电脑蛮有兴趣的 我不排斥新的科技 但我不太会写程式 我想去学 但是我后来发现 这不是我能走的一条路 就是学起来比别人笨了一点 好 那在这故事 大概是在我国小的时候 那时候就murmer了一下说 我的电脑跑网页好慢哦 那我的同学就问我说 你要不要试试看Firefox 它是你可以自由选择 你可以自由选择 你要安装哪些套件 你可以自由选择 你要关掉哪些服务 并且它可以注重你的隐私 好 我就因为这两个keyword 自由选择 跟注重你的隐私 其实在当时我国小 大概现在回去再推个15年前之类的吧 那时候其实大家比较常用的是IE QORM还没起来 那时候最大的就是IE 然后再来应该是Firefox 那Firefox刚刚从Nescape出来 然后变Firefox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用了 就这么一用 我也就用了十几二十年哦 那十年之后 我变成从一个Firefox的User开始 变成了一个Promoter 我变成一个Open Source的Promoter 然后我出去的时候 我会跟大家讲说 你可以用用看Firefox 我觉得它比较快 你的电脑觉得很慢吗 那你不要试试看 对我就开始在身边推广 我就从亲朋好友 然后先从就是家人的电脑下手 因为他们的电脑都不知道装些什么 然后常常会被IE会被绑架 那我怎么变成了一个Promoter呢 因为我在十年前吧 大概那时候我就说 我好喜欢Firefox这个软体 然后刚刚上一位讲者Bob Bob就来了我的高中 他是我高中学长 他就来了高中演讲 我就跟他讲说 我超爱用Firefox的 然后他刚好是Mozia的社群成员 前面是听我讲故事 那他就带我参加了Mozia台湾社群 那Mozia台湾社群 他们在礼拜天的下午 也会来介绍Mozia台湾社群 我稍微简短讲一下 我觉得这个社群 它是非常多元的 它可以 因为刚刚Bob有讲到 Firefox这个软体 比较偏菜市场集 就是亲民 我们换句话说就是亲民 我觉得大家在里面 都可以做到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从Mozia台湾社群 我刚开始是个跑趴人 就是哪里要办活动 我很开心我就会去帮忙办 那从报道啊 从餐点订购啊这些事情 我就在找我能做什么事情 我对自由软体的想法 我觉得这个idea很好 但其实我懵懵懂懂 我就只有刚刚那两个idea 自由跟注重你的饮食 就这样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这个信念一定要放在身上 所以我就开始帮助这个软体 那接下来呢 我参加了Cost Cup Cost Cup是台湾开人的年会 它是从2006开始 它现在在台湾大概有将近2000人参与的 Open Source社群研讨会 你们这边是不是会很热 我们待会把窗帘拉下来好 帮我把这边的窗帘拉下来 主持人就是会非常的自由 我知道你们应该蛮热的 回到回来 Cost Cup它是台湾开源人研讨会 那它在做什么事情 它就是我们在讲一年一度的 开源社群大拜拜 就是台湾虽然小小一块宝岛 就是还是有四散各地的开源社群 大家各自做的不一样事情 那大家就有点聚首 一年一度聚首在台北 然后8月份7月份的时候 大家会相聚在这个地方 那所有对Open Source 不管是user 或是你是promoter 或是你是coder 就会相聚在这个地方 然后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近况 大家有点像是 把我最近发现的一些好玩的东西 或是我发现一个新的技术 或是我最近写了一个新的软体 但是好都没有人来参与我 我就来报 我就来投稿 就来跟大家分享 那目的都是希望把这个分享的精神带出完 然后也希望这个新的技术有更多人可以投入 那这样会有更多人使用 那我在Cost Cup里面 我一直在寻找我能做什么事情 我做过行销组 那我就是帮忙做一些设计 但是其实我不会设计 但是我会什么 我会联络厂商 我会知道找 去哪里找 我想要做什么制作品 那我可以做这一个 但我可以干嘛 我去找设计师 我可以把我的idea告诉他 那我可以跟他合作 那我也做过财务 那我可以帮忙 做一些出账的事情 那我有做过一层的助理 结果我今年做到了总招 对 就是其实不是 我觉得open source社群 他们蛮多元的 他不一定说 你一定要是一个城市人 你才能在这个圈子里面 其实有各种各样的事情 那我也是把我自己的经历 因为今天大家都是初心者吧 我知道有些人有城市底子 我刚刚有稍微瞄过一眼 就有些人是有城市底子 但是我今天讲的课程 都是偏向于初心者 真的就是你对于城市 还没有那么了解 或是你根本不知道开源是什么 那你会很适合我今天这一堂课 那在Cost Cup之后 我刚好OCF开放文化基金会成立 那我刚好毕业了 我研究所毕业之后 那他们在找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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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就在想說 那個計劃即將要結束的時候 我在想說要怎樣在台灣build一個社群 那我們就跟中研月開始合作計劃 那怎麼樣找出總之講師 然後怎麼樣成立CC台灣 chapter 然後一起讓CC台灣這件事情 不會因為某個計劃結束就消失了 我們讓創CC的推廣還是持續在台灣裡面 所以我大概有這四個社群的參與經驗 就是四個open source相關的經驗 那我今天會用我自己的經驗 我比較多是參加Costcap開源的年會 那以我自己的經驗我來回頭看說 開源社群的協力心法有哪些 echo一下早上bub講的 我覺得蠻重要的一個就是release early release often 那對我自己來講 是我蠻自己放在心上的一個協力心法 因為在做open source的事情通常都是眾人的事 是大家一起來做 那我們會希望你盡早釋出 那你實時釋出讓別人可以來協助你 那在開源協作的設計秘訣 大家要記得的一件事情是 其實像Costcap來講它是由志工 150位志工辦2000人的活動 這個數字大家應該會覺得蠻大的 志工沒有一個人是有薪水 就算我在開放文化基金會工作 我也是用我的下班時間在做Costcap的事情 都是沒有薪水之心 那我們要怎麼樣把工作切成同步跟非同步 同步的意思是我現在要跟你面對面 Face to face 那我們可以一起完成哪些事情 那有可能是開會一些工作 那或者是我們今天有一個 我們聚在一起馬上一起完成某一件事情 那就可能是同步的工作 非同步是你要去把你的工作設計到 我現在做完之後下一個人可以接棒 那他不用等我 那我可以盡早把我完成東西丟出來 然後讓別人去做 那我會講四個面向 協作工具 溝通工具 專案管理 跟授權規則 這是我自己覺得我在開源社群裡面 蠻受用的一些東西 那最開始我會先介紹溝通工具 那在溝通工具啊 我會把它切成這幾個大類 那我一個一個跟大家介紹 E-mail應該就沒有人不知道了吧 那E-mail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用的工具 那大家通常我的個人習慣是 這個可以不用拍啦 就是我們的東西 錢包都可以不用拍 我們會再釋出 就是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拍照 就是都不用拍 我們會再釋出 就是如果講者願意的話 我們都會再釋出 那大家就專心聽我講 E-mail的工具 我們通常會在於說 你要去拼到人家 所以你不要就是害要幹嘛 你要把你要 mention誰 害吸引我希望你做什麼事情 或是你希望留下紀錄的 E-mail紀錄比較不會被消失掉 因為它存在你的信箱裡面 我只能說比較不會 還是有萬一 那你可以用E-mail去寄信去溝通 去提醒別人說你要做什麼事情 那現在很多open source團隊 或者是一些大公司 它開始會用團隊溝通軟體 像Slack 那Mattermost是有點像Slack的open source軟體 那我也把它放上來 那Mattermost應該就會需要有人架好 那Slack是有架好的服務了 那Slack我在使用上面 它有分免費版 但它就有限制喔 它就限制說應該是萬折吧 幾萬折之後 你就追溯不到舊油的資訊 那這個比較麻煩 但是我得說Slack它的溝通好的地方 是它把日曆啊 然後把很多像Github的一些東西 都整合進來 它讓你團隊可以去溝通那個進度 那大家很容易在裡面 可以因為公司的project 一起討論這些東西 那你想說有個Design Team 那你們就會開Design的room在裡面 有RD Team 你們就會開RD的room在裡面 它會比較像是 以這個公司的project來切分說 哪邊有哪些聊天室 然後討論哪些事情 那以組織為單位 我的電腦會睡著嗎 真的 好 那另外一個是即時通訊 大家其實很常用 Telegram,Line,Messenger,Skype,Signal之類的 那我得跟大家講說 我覺得即時通訊 比較不適合做團隊的溝通的事情 因為它比較 有一些它其實搜尋沒有做得很好 然後有一些是它的中文化介密也沒有到好 所以像Telegram我自己知道的事情 是它的中文搜尋就沒有做得很好 那以及說 我覺得在即時通訊大家比較像是聊天 很飛快的一件事情就跑掉 但你在Signal裡面 你在Slack裡面 你可以說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一項主題 例如說 追蹤工作好了 追蹤今天大家做什麼動作 大家就可以在這一串留言下面做回覆 那它就會像一項一項東西收好一樣 所以這算是跟大家介紹一下工具 那以及在Slack裡面 因為它有很多chat room 所以你可以進去那個chat room裡面去看說 別人正在討論什麼事情 那即時通訊的話 除非別人幫你加進去 不然你就不在那裡面 這會比較可惜 比較沒辦法追到組織裡面 在正在做什麼事情 那視訊會議的話 這就是我覺得有時候大家 雖然是線上工作 但是我們有時候也要抓一個會議來開會 那不一定要是實體聚會 實體聚會很重要 但是有時候都會說 我們什麼時候見面 我在哪裡 我在哪裡 有點太遠 有些人還甚至出國 你們都可以問一下 約一下線上會議的時間 那前面這兩個是Google出的 Hangouts Meet 我自己用過 Hangouts Meet 然後以及Zoom Zoom最近好像有一些漏洞風險在 然後所以就是大家在使用這類工具的時候 自己還是要評估一下風險 然後GC Meet 號稱就是號稱比較安全一點 那推薦給大家 但是大家在使用上面就是也要注意一下 那另外一個是Mailing List 就是你可以用一個Mailing List的方式 把關心這件事情的能夠Call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用Google Groups 或是有其他的Mailing List也是可以 所以像前陣子我們如果是關心CC的授權 那我們就會開一個CC授權討論的Groups 那讓裡面的文章都留在裡面 別人可以看到以前討論過哪些文章 那以及有新的東西也可以透過Mailing List 寄送給大家 那所以大家要善用自己選擇 你要用什麼的工具跟人家溝通 那另外就是要講的是協作的工具 那協作的工具我們在挑選上面 我們會比較建議說用眾人可以協力 就是不要說存在我的電腦裡 這個每個人都要摸過你的電腦 也有一點不好意思 就是如果他是可以存放在雲端 或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分享 那讓眾人一起來做 這樣就不會只有你一個人做 以及你要能做到版本控制 就是有時候不小心有人刪到了一個 或是我的貓咪突然走上了我的電腦上面 那你前功盡棄的對不對 所以我會很在意那個東西有沒有版本控制 可不可以做到上一個版本 然後可以看到人家的修改紀錄 到底哪裡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以及留下comments 因為comments我們通常 我們在做事情的時候 我們會蠻希望大家可以給一點意見 給一點回覆 所以如果可以給comments 如果可以在下面繼續做討論的 這樣子的協作工具可以有 我覺得對大家的討論是蠻友善 然後可以加快大家的進行 那我會介紹 今天我自己會介紹 HackMD跟HackFolder的使用 在場有使用過HackMD的舉手 太棒了 值得我來上課了 那剛剛舉手的 你們就是這一堂課的小助教了 對 那HackFolder 我待會兒會給大家看 是一個可以把文件管理的東西 那我可以讓大家可以一起了解說 現在這一個事件 或是這個Event 有哪些資訊在上面 那我們用一個收集資料夾的概念 把東西收集在一起 那另外當然蠻常見的就是Google Drawbus這些大企業 他們也提供了蠻好的服務 我個人不會說 大家 因為Google、Drawbus他們很大 不要使用 我個人會告訴你說 你要知道 你有什麼撤退的路 以及你要知道 你放上去的檔案 風險性在哪裡 這是我會提醒大家的 就是你要知道你有很多個選擇 然後你要知道說 不會只有Google是你唯一選擇 你可能可以用Drawbus 你可能可以放在OneCloud之類的地方 那另外在做檔案管理 我也會推薦NextCloud 那在開源人的課程 有一堂課就是由Slate的Franklin 他就會來介紹 NextCloud加LibreOffice 他就會比較像雲端管理這樣子 Google雲端管理 去管理你的內容跟你的文件 那怎麼樣做到眾人的協作 前面講的啊 我覺得他比較像是影音文件類 那後面介紹這個叫做GitHub 就是我要解釋讓初心者懂 他是工程師他們在放他們的程式語言庫的地方 那他們也是用可以有協力的方式 就是讓大家一起 就是有人把他的code放上去之後 別人可以來改 那改他有一些規則 就是工程師他到底要不要搜 然後他願不願意讓你改 他會有一些自己run的規則 但他主要就是可以讓程式嘛 管理放在這上面 那他有分公開跟非公開 那剛剛Bob有講說GitHub是工程師第一大交友平台 這是真的工程師都在上面 就是每個工程師都有一個帳號 然後他們會在上面進行他們的專案 對他是協作工具 那我準備了 欸 跳太快 好 我準備了兩個東西 三件事情想要讓大家小事伸手一下 我剛好看到很多人都還沒有試過HackMD 所以麻煩大家就是打開一下這個網址 我有說網址 就是bit.ly 然後17.tw bit.ly 斜線17.tw 如果在我介紹這一part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你都可以舉手問我 那在這裡面 我只是想跟大家介紹這一個協作的軟體 呃 協作的文件 對 還沒上去的舉個手 還沒 我等你們 欸 工作人員可以幫我一下嗎 都還在上嗎 都還在上嗎 上得去嗎 有 對 對 24個人上線 還有人沒有看到這一串嗎 欸 我的那個咧 大家短網址都寄好了嗎 欸 應該不用我記得我把全線都打開 對 對 就是 對 看到連線就表示完成 對 HackMD它可以註冊 那它也可以不註冊 那我剛剛把全線都打開 讓大家可以用不用註冊的方式上去 先讓大家測試看看這個平台是怎麼用 然後以及大家是怎麼協作這件事情 那 後 未來 就是如果你對這個平台有興趣 你可以自己註冊 那你就可以把自己做過的一些筆記內容留在自己的資料裡面 有嗎 有嗎 還有人沒在上面嗎 沒在上面的 趕快 趕快問問你旁邊的人 對 幫他關心一下左右鄰居 好 我繼續往下 我出了一個練習題 我希望大家一起來編輯一個 台灣的私房景點 你的台灣私房景點 或是你來到台灣你想去哪裡 然後或者是你的覺得好吃的在地小吃 那大家可以上去編輯 然後你可以學習一下 就是一些MATAM的語法 那我簡單介紹一下 如果 HackMD我覺得他的好處是 他在做一些MATAM語法 你今天寫完這個 你就可以回去跟人家講說 我會寫MATAM語法 就是比較厲害了 今天上完課就有一個語法學會 他上面有介紹出體寫體 這跟大家在用Google Doc Word都有 那他也可以插入程式 但是沒關係 我們從最基本的開始 那或者你要引用別人的話 你也可以點這個 那如果你是列點 或是打勾的清單 1234 都這邊都有基本符號給大家 以及他也可以建立超連結 然後他就會你點下去 他就會告訴你說 如果你要建立超連結 你的MATAM語法要怎麼寫 好 那他上傳圖片呢 我要跟大家講 他上傳圖片 他是將你電腦裡面的圖片上傳到 比如說 img img 之類的 我不太會念那個網站 但原則上 那個圖片上去就是公開的 所以你在上傳的時候 你要先想一下 如果你不想要在圖床平台公開的話 我會建議你放在私人的地方 好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大家要注意你的東西到底流去哪裡 那他很厲害 他也可以建立表格 分隔線 然後你也可以留言給別人 然後我剛剛講的 協作有個重點是comment 所以吃喝的comment就是什麼 加1我想去玩 或是他到底在哪裡 就是這種類似的comment 你也可以留言在下方 那我請每一個人 小吃或者是景點你選一個 那你自己上去編輯 編輯完之後 我們就有我們這一堂課的 私房景點跟小吃 那我們待會會一起介紹一下 那每個人我給5分鐘好不好 你就編輯一個景點 那你可以上網搜尋一些資料 把它貼上來 那這邊就是遊戲場 所以大家怎麼玩壞了就 我們再救 對 moutdown語法就是 好 如果妳有聽不懂的 妳都可以 都可以打斷我 我為什麼推薦HackMD 因為我忘了介紹上面三個東西 這一個 黑黑的一串 這邊打的其實是moutdown語法 moutdown語法就是個語言 好他就是moutdown語法 就是英文就是英文 我沒有辦法解釋 就會發生這件事 那他主要是 對我來講 我如果有工程師可以幫我補充 非常歡迎 我就是講 我是一個初心者開始的人 對我來講 moutdown語法 他是一個比較簡潔明瞭 然後可以這樣子看閱讀的東西 那他程式可讀 所以有時候moutdown語法到網頁上面 是有辦法讓網頁讀這些語法 但是如果你用Word做出花花綠綠 藍藍紫紫的 就比較沒有辦法 好 那這是我自己的解釋 那如果有人要幫我補充也可以 就是一種語言 機器用的語言 對 你如果像說這邊大家有上傳 這樣子是一串的moutdown語法 那他在前台左右對照一下 這邊是一般人看到的 他就會顯示了這樣的東西 所以這有點像是HTL喔 他其實也是一種語法 那他打完那一串 就是像蟲一樣的東西 打完之後 在網站前面 讓你顯示到的是一個 你想呈現給user 呈現給一般民眾看的東西 對每個網站上面使用的程式語法會是不一樣的 對還有別種語法 呃有HTL啦 然後也有Java JavaScript之類的 各種 不要以為對照我的 你是封道的 有HTL 只要其他東西 您要有一點 有HTL 就有HTL 有HTL 就是 或者是 你會排 其他機器 可是到網站上 你有一點 你一點 這點 你的 可以 一個頂之後代表最大的標誌它就會變大 然後下面會有兩個或是三個的頂之後 它就會提到小的標誌 然後第二或是不就幫你用相當電子 所以它比較像這個簡單的電子的格式 不要像你或者這麼複雜 那電腦或是用電子的時候 用簡單的格式就可以進去 所以你會用這個語法之後 你可以把這個檔案給公審 然後比較好知道你的網頁 不要吃哪個 或者是上有一些 你公司是你的軟體 或是Everwood的軟體 你也沒有這個語法做 排版就是比較簡單的感覺 所以聽起來是 如果你用這個語法也公成這樣 就會說喔 然後用這個學語工成這樣 就喔 就這樣就比較好 所以就是我們要學會寫成這樣之後 你就可以打開 因為工程師溝通的題目 對 那 我在最上面這邊還有一個 HackMD小密集 就是 我們也可以來偶偶一下 看看人家都怎麼寫的 就是 HackMD它有一些蠻強大的功能 它 剛剛講的字體大小 Emoji它可以放上去 出體連結這些都會有 之外 上傳圖片就是我剛剛講的 它是在 I am Jua Emerger 有時候會唸嗎 之類的 就是圖傳 它是上傳上去 但是我自己的經驗是 有時候它會上傳不成功 變你自己要貼上去 這是有的 那你可以 我會用HackMD我覺得它有個好處是 它可以不用限制說 誰要登錄 然後來做這些事情 然後它會讓編輯這件事情 排版非常的簡潔 就不會像 Word 或是Google Doc 還會有邊界問題 還會一些就是 字體大小問題 那大家都統一用一樣的格式 在做調整 那以及 它可以做到很強的 它可以做簡報 如果你有空的話 你可以再細摸 它有做簡報 其實我在幫那個 還沒打緊點小吃的拖時間 大家趕快寫喔 那 它也有書籍模式 就是你可以把它變成一本書 它有list這樣子 可以讓你閱讀下來 對 那 剛剛大家 呃 大家講的那個 剛剛同學講的那個 警字號啊 它可以到六個 就是我試給大家 一到六 那就是一就是最大的字體 那接下來最小它到六 那以及它還可以下text text就是方便你在收集 你在文件的時候 你下的text會可以 把同一類的東西聚集在一起 對 好我不跟大家打架 有人跟我打架在同一行 我先離開 還沒完成需要一點時間的舉手 我們會一個一個分享 所以你還需要一點時間的話 請舉手 之類的一個 貼 講一個 就是如果你是出來台灣的 你可以先寫一下說 你最想去吃什麼 或是你當初來的時候 就聽到說 欸 什麼東西必吃 那另外一個就是 請台灣的朋友介紹一下 你的私房景點 私房小吃 好不好 好好的同學 你也可以去 我最上面放的小秘訣 去前面抄抄別人 還可以用什麼樣子的功能 那你可以按這邊有一支筆有沒有 然後你按編輯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說 這邊人家語法是寫什麼 這邊很重要喔 請不要修改這份筆記 你可以抄這邊的語法 請不要在這邊玩 要往我們回到小景點的地方玩 好不好 要往我們就回到前 我們自己的地方來玩 但是你可以來這邊 就是抄一下人家的語法 我的學習是這樣子來的 我通常跟工程師學東西啊 我都會說 你做給我看 你沒時間那你做給我看 那你交會我之後 我來幫你完成這一份文件 這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我會建議大家 不要怕新的東西 你可以試試看 那你有不惑的地方 你可以立即舉手 我剛剛有看到有些同學 是有用過HackMD的 所以他應該也可以幫你 我們40分的時候 就進行一個一個的分享 對所以每個人都要寫喔 是不給打混的喔 我來了 我來了 謝謝大家 詞曲 李宗盛 图片怎么贴啊 就是我不想要自己上传到图墙 那图片怎么贴 就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开始学习 学习别人怎么写了 那我们滑到下面 好 这边有一张小恐龙的秘密任务 那他的语法 他其实是有语法的 大家跳来跳去 来 大家看一下语法在这个地方 当你打出紧 我会一直被滑下去 来我们 如果你不想让他跑来跑去的话 我会比较建议你就不要双编 就是单编辑 就是单编辑 其实对一般新手很friendly 当你打出惊叹号的时候 你这边是刮壶 你就要照着他打 你这边就打刮壶 然后斜线的大小刮号里面呢 就放你的图片网址 如果你要放图片的话 我再讲一下 这是一个语法 就是在这上面的语法 就是金炭号 然后中瓜壶 这两个中瓜壶后 然后这边的光号 就是你放图片的网址 那他就会秀出来 如果你不是直接上传 用他的上传方式 那就会是这样子做图片 40分了 那我们从后面开始 因为我知道 刚刚爸爸都是在前面 我们从后面开始 让后面摇滚区 后面不是 让后面看台区 看台区的朋友 有点参与度 你帮我传这个麦克风 我转他在哪里 好那 要做什么 好就是 在这边呢 就是要讲说 你现在贴上去的是什么呢 富贵角灯塔 所以第一张看 为什么塔不见了 因为 因为这边没有灯塔 所以被删掉了吗 所以有人在山富贵角吗 好 富贵角 所以这个照片 你就说你擦了什么 这个照片是从我的那个 相簿里面找到的 就是去富贵角拍夕阳 然后我很偷懒的是 下面的文字是去搜寻到的 有人帮我把富贵角灯塔恢复了 好 好 然后 感谢露露刚刚教我 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按那个警字号码 我按了半天都没有变成那个标题字 才发现原来那个 那个电脑的语言 它必须要切成英文模式 对 全型 全型打出来是没有指令的效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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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我编辑的是萨固尔瀑瀑瀑 在哪咯 就在瀑瀑区 我看到了有瀑瀑 所以就跟着 对 就跟着学样写了瀑瀑 那萨固瀑瀑瀑 其实是我们就是夏天会去游泳的地方 然后非常的靠近 对 它真的是车子停了就走到了 也可能不用五分钟吧 然后不会太多的观光课这样子 是介绍景点还是介绍语法不好意思 不会不会不会 但是如果你有遇到什么语法问题 你可以跟我讲 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大家一起来帮你 这样子 介绍景点很棒 因为我就是想听介绍景点 好喔 所以它是一个就是还蛮容易到 但没有什么人的地方 不好意思 我打断一下 你可以接下来的人帮我介绍说 我是谁 你就讲你的昵称 然后让大家在 因为大家会相聚个十天 所以大家知道怎么样 成功你这样子 好 我是小海 就是海浪的海 然后我从花莲来 所以如果想要问花莲旅游资讯 可以问我 对 好 那我们待会就这样子进行 对 我还没 我待会再讲 我会记得你喔 大家好 我是Joy 我是来自上海 我加的是九份 这一部分的 然后刚刚还在学习的过程之中 刚想放图片 发现并没有放成功 喔 你在这边对不对 就是那个九份 我刚要放那个 上面的九份 还是下面的 哪一个 应该有好几个九份吗 还有别人写的九份吗 大家那么想去九份喔 在乌来下面的九份 就是写在乌来下面的九份 乌来 乌来 乌来在哪 第二十行 第二十行 喔 第二十行 很专业喔 前面有行 很专业很专业 大家待会用二十行 几行来 告诉我滚到哪里 对 然后我就是刚才加了一下那个 reference 这里放进去 对 reference的时候 对 你就是点JPG 那你前面的 这一个呢 你可以让他空格就好 因为他主要是说 如果没有显示 东西的时候 你要用什么代替的字 那你让他空格就好 空格 嗯 欸 不要 我来 我来帮你 借我一下喔 这样 但是你这一个呢 要用小刮壶 有吗 好像还是没有欸 我是直接在一个网站上面 找到了图片 复制了图片的地址 直接贴过来的 应该是一个美女的照片 美女的照片 我现在用的是英文 没有 我现在用的是英文 她的语法我看起来没有错 有可能那个网址有问题也是说不定 对语法就是我常常把网站搞乱 然后工程师都说你乱去 所以我就是从头到尾都看不出来 跟她是因为我的故事一样 我也看不出 我就是copy那边吗 对对对我就是copy的 然后就好那一定会是哪里的控格 或哪里的括号不知道怎么的 我是右键点击图片 然后点击复制图片地址 图像地址 然后把它贴过来的 但是好像还是不行 有人可以帮修吗 现场有人可以帮忙修吗 其实我觉得可以 我们可以倒往下 我们继续往下 然后我们待会把它修好 我不需要真正介绍一下九份 对不对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对不对 应该是我们要跟你介绍九份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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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行 对 所以写好 或29行都有人在try 好 好 还是图楼不进来 那大家在写九份这段码之后下一位 大家好我是Apple 然后我想要跟大家推荐的是一间餐厅叫在地几行 在122行 好 我想推荐的这间餐厅在北海岸 然后叫靠北过日子 就是一间很可爱的蓝色的餐厅 那通常都是需要自己开车过去或者是坐公车可以到达 然后它就是可以一边享受美食 然后一边看海 然后度过悠闲的假日 对 推荐大家 谢谢 谢谢 下一个 大家好 我叫Angel 是香港来的 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双叶 食品色 其实这是我刚才收 我也没去过 但是那个汤看起来很好喝 213 213 双叶食品社 对我还没有找到教篇 双叶食品社 在那个散岛市站 好吃的吗 好吃 超好吃 他要排队 有机会的话可以去排队 好的 我下车去看看 嗨大家我是嘉玲 然后我的在第53行 是瀑布区的2号 哇大家都跟着我的瀑布 跟着瀑布走 好 然后这是一个据说有猴子的瀑布 在入口的地方有一个牌子叫小新猴子 但我去了几次都没有碰到猴子 就是碰到一堆人 我也是 对 就这个景点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突然变蛮红的 在宜兰礁溪 然后只要走5分钟就可以看到瀑布 那瀑布的下面有一潭水里面有很多鱼 就是可以 可以这样留言 还可以这样子留言 对 还可以等一下留 所以要主要加免质 就会走多 诶 我们这边床吗 对 嗨 然后看到看到有那个有一个人有把双月食品行那个 有表格也把它签进去了 所以他应该是直接在上面他就有表格 对上面有表格的 那刚刚在讲说可以这样留言 但另外呢还可以这样留言哦 就是可以学我一下 他主要是我从右手边这一个插入留言的地方 那你可以要不要留名字不留名字都可以 那就像我有Name 那他这样就会显示心里写过这样子的话 如果你要看他显示成什么样当然就是看看右边的样子 对 好 下一位 大家好 我是Sam 我在165行 我这里出了点问题 下面这个图片我还没找到正确格式 还在参考 我其实有遇到一个问题 因为想我看到所有的都是左对齐 所有的版面全是左对齐 那么如何做一些变化 最简单的居中 然后右对齐 那这些应该怎么做 比较好奇 左对齐 左对齐 至中 应该是我之前有试过至中 我在这边有查过 就是他可能有一个特别的语法可以让你 对 但是呢他比较进阶一点他会比较像是 写一点那个语法 看一下这边有没有 我上次也是去别人那边偷的 我要跟大家讲我学这种东西都是参考别人怎么写 这边有自中吗 这边有自中吗 看起来所有都是左对齐 然后也会比较 嗯 没有我说是右边就是你显示出来都是左对齐 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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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想到我上次的自中是做简报的时候 他是自中 就是他的文字是 调整的时候是自中开始 那刚刚同学讲到的状况就会是 主要是这一份文件他主要是让你快速的阅读 他比较不像是在做排版的 排版的话我就会建议大家是用Google Doc 是用Word 是用LibreOffice 就是用排版软体在排版 他主要是在做的是内容的东西 对 他不是编辑软体 他不是 他比较简易 我也不能说他不是 他就是简易型 对 那你讲单课 你知道做过多 或有的 做文件的单试 能够比较不满 对齐 嗯 因为就是最最最最简单的 至中 然后或者左对齐 右对齐 就是一般的文档的编辑 都是很基本的功能嘛 所以 排版是不可能用这个来做 就是 就是这是一个文档的收容的工具 也非常清楚 也非常清楚 只是我觉得就是 嗯 就是比较好奇这个事情 这一段好好 哇 我觉得他跟工程师他们写 语言也是下来 他们就是一张一行一行扣写下来 他不会说 我的程式语法要左对齐 至中右对齐 这样子 对 好 好 下一位 不 上面出现了 现在上面已经出现一大堆 这是 这发生什么事了 所以我看不出来 哦 Data了 他已经不是 他没有复制到 嗯 图片的档案 他这边 整串 不是图片网址 你要复制的是图片网址哦 这位 这位伙伴 看谁贴的 你要复制的是图片网址 你这个看起来不是图片网址 你这个看起来不是图片网址 是一个图片路径 就是他是个路径 所以要删掉 好 下一位 大家好 我是Alan 那 早上的课程 因为工作关系 没有办法参加这样 那 我的话是在第 不好意思 那个 又跑掉了 第53的龜山岛 刚在学习的时候 其实是按照老师的方式 去填写有关于 地点啊 还有推荐的理由 那我刚 因为看大家都是贴图片 所以我用了一段影片 因为刚也不会去 用这个影片嘛 所以我又去查一下 黑MAC的语法 那在右边这边的话 你可以一点 就是 不会的话 就Google这样子 直接这样在右边 就可以直接 显示他的资料 第53个 对 好 那 接下来同学 你想要插入影片 那你就可以 学他的语法 就是 有人查 有人学 这样子是 我觉得是一个很快的方式 所以 HACKMD也可以插入影片喔 好 下一个 哈囉 嗨 大家好我是肯特 然后我的 在 367行 是 國立故宫博物院 南部院区 然后 其实我没有去过 但 但我一直蠻想去的啊 所以我就查一下 就是外观蛮美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照片 我从 大家可以点那个 就标题 就可以连到wiki 因为我是从wiki 拿他的图跟字来 这样子 就是这个故宫南院 在盖的时候就非常多争议 然后 包括之前就是 成龙还捐赠了 就是 故宫南院圆明园 十二生肖 十二生肖 瘦首 复制品 然后 那时候也引起很多争议 这样 然后就觉得很想要去看看 这样 谢谢 我有看到你用info的语法 你会 我想问 为什么会想要用info语法 对 就是因为很多人都 我觉得我这样看得比较清楚 因为大家混在一起 就看不清楚 可能因为我们一起共同编辑 因为 通常 刚刚我们有解释过 会希望大家用共同样的语法 是为了让程式在阅读的时候 他知道说到达这个地方是什么事情 如果他到达这个地方 他以为他走到了景点 就他走到info 他就觉得 怪怪的 我现在到底是要推荐景点 还是我要告诉大家警告 这就有点不一样了 所以 这个也有可能 这就是会 为什么大家会用特定的格式 在讲一样的事 在讲这些事情 对 好我们继续往前 现在听得到吗 OK好 就是大家好 我是文宇 然后呢 我所编辑的条目 是109号的阿长快餐 那个是我们家乡的一个 就是便当店 然后推荐原因就是因为 我觉得那家店便宜又大 在上一时很常吃 不过 对 就这样子而已 不过 我基本上在网路上找不到 太到相关的图片 然后 找到图片的话 基本上除了门牌以外 什么都没有 所以 就这样子 好 我们现在帮他留了一个记录 所以之后可能就是 大家看到 知道这间店 也不错 嗯哼 那我们往前 不是不是 往前 没有没有 还没吧 没有 呃 我那个编辑 我找一下 我没找到 好像我也忘了我编到哪去了 我找到了 找到了 呃 91行 好像开奖一样 好像开奖一样 来 91行 对 91行 然后我填写的是那个 228经理馆 然后因为 呃 理由的话 我这个 我这个 只是插了一个 我是通过那个 呃 他的那个 官方网站的 首页图片 我直接 copy到他的那个 图片的网址 然后把它插进去 嗯 然后 呃 然后后面 本来我当时想做一个 呃 就是留言区的 但是好像 没有做得太成功 然后 只是改了一下 改了一下文字而已 可以 我觉得你有找到 那个功能怎么用 呃 因为我想是 自动做成那种 可以自动分栏 就是大家 呃 一条一条写出来 自动分栏 好像 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个 好像没成功耶 一条一条自动分栏 对 就是你 比如说第一个人填完之后 他自动就会 就是第二个填 他自动分到第二栏去 哦 不会 他不会这样子 但是我没找到这个功能 对 他主要是 大家自己打语法 然后自己上去编辑 这些东西 OK OK 好 好 大家好 我叫董建 然后 呃 我分享的是在一百八十八行 呃 叫牛店牛肉面馆 然后 因为我 呃 来台湾几次都专门去找了台北的一些 牛肉面馆去吃 然后 然后 因为 呃 台湾的牛肉面其实很有名 然后这家牛店呢 是这个 呃 所谓 2010年台北国际牛肉面节十大好店 啊 然后 然后 他们家主要是做一些清汤的牛肉面 会煮 啊 然后 会 呃 我觉得吧 可能还对于很 绝大部分人口味应该还是蛮适合的 啊 然后 然后 呃 他汤特别好 嗯 然后 我这里面会 也就插了一个图片吧 就是 稍微复制了一下一个网址 然后复制到上面的一个图片的插入代码 然后又复制进去了 嗯 就这样 嗯 好 下一个 欸 我是那个 201行 呃 是一家 刷好饮料店 然后 他重点是 他有各种小浓的鲜乳可以做选择 就是有很多不同 种类的鲜奶 然后 用了一个功能是 前后加那个两个景字号 会让他 反白变成黄色 所以可以画重点 这样子 好 大家学会了画重点的功能 然后上面加猩猩是变黑色 呃 粗黑 这边有两个猩猩 一个猩猩的话是鞋体 前后一个猩猩是鞋体 前后两个猩猩是粗黑 喂 大家好 我是小鱼 然后我分享的那个是吃土四集 然后是在宜蘭的一个地方 大概一年或是一年一度或几度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名字很可爱 欸 它是由宜蘭的 叫伊尔森沟村的地方 那里的小农一起搬的 然后 不过我 我的那个问题应该是 我想插那个地图进去 但是好像插不 我本来是想模仿下面的 某一位同学的插一张地图 但是没有插成功 想看一下 对 那下面那位同学 可以帮他检查一下 到底哪里有问题吗 有插成功的同学 就是那个蒲里树人卷饼屋的那个 对 232 快 232需要大家救援 帮忙看一下 到底哪里可以再变更好 对 他想要插地图 没有地图 他 我就插了那个地图 但是没有插成功 就没有显示出来 好像应该是这边吗 我可以晚一点回来看 我觉得应该是这一块的文字 有问题 因为后面都是格式的东西 他可以吃 他可以吃 他还iPhone 他可以iPhone 可以吃 他可以iPhone 你那一边把你的毛衣 接住来给你 因为我不能cobie 可以吃 不能cobie 不能cobie 为什麽 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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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其实我是在Google上面 然后就Google了那个地址 然后我就本来想说 嗯 插一张地图试一系 会不会是你一个做网织的来源 是没有办法先入在这个地方 我也想问一下 我是在Google Map找的 我们先往下再回来修这个 好 大家好 我是不禄 然后我来自湖北武汉 然后我写的是在325汉 推荐的是淡水文化阿给 对 我不知道好不好吃 然后这个是我推荐给我的理由 也是我推荐的理由 就是他说这是周久伦去的地方 然后我就写上去了 就这样 你喜欢他吗 推荐给我的人很喜欢 所以就推荐给他 OK 好吃好吃 还不错 但是 这边去淡水要一个多小时 应该要一个多小时以上 加上捷运的话 淡水蛮漂亮的 有空可以去走走 好 我们下一个 大家好 我叫Aris 来自郑州 然后我推荐的是在379墾丁 然后这个我觉得特别好的地方 是它风景好 而且是出现在偶像剧 台湾偶像剧里边 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地方 它的图没有传成功 对 我的问题也是我的图传 对 我刚刚有讲过就是 我自己有时候试的时候会没有成功 就是在hackmd 跑到那个immager的时候 那如果我添上的那个JPG 会有 乳味很贵 欸 有看新闻喔 好 我们下一个 大家好 我是要配一位 我是前天没有到 昨天没有到 早上忘记了 今天下午才是第一堂课 因为要记得 好 然后我跟大家介绍是267 它现在是267的 叫做食养山房 那它是一个我招待最高级的朋友的人 会去的地方 然后它现在在汐止的那个深山林内 就是你去到这个地方一定要开车 然后或许还会迷路 可是你到那个地方之后 就会豁然开朗 就是在三建西边里面的一个 一句话很简单就是它是禅峰台式怀石无菜单料理 就是你去你只需要选择荤或素 然后它就会给你一个三个小时才能够吃完的饭 就是它用时间 就是时间它是一道道菜慢慢慢慢上的这样 然后 但它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你可以选择还有加茶席的 就是你可以加上他们有茶师帮你泡茶 给你在一个台湾式的经验 所以如果外国朋友啊 或者是第一次来台湾 要让他惊艳到不行的时候 我就会带他去这里的地方 好 往前 大家好 我这里是400行的日新注字行 然后我在这边 它是台湾唯一间保留了最完整繁体中文 活版印刷的注字行 然后我五年前来台湾交换的时候 有试过在这边制作自己的诗集 就是手作是一种非常慢的体验 然后我在这边试了一下 加表情 highlight 然后bullet 加图片 一百分 他弄了不能很棒的东西 谢谢 但是我的问题好像不是技术性的 不知道算不算技术性的 因为我在学这个时候我很兴奋 可是当我回过头去 发现我的长官 就是他们其实不能够进入这个世界 但我仍然还是得要跟他们工作的时候 就是他跟其他平台 有没有可能共存 或是他们互相的相容性 要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 就是你真的就是跟只会email的人 只会gmail的人工作 然后你要叫他进来这个平台 他其实可能forever没有办法 我个人 我会是告诉他说 他最简单写什么东西在上面就好 他完全无法 我啦 我讲我的经验 我的经验就会变成是这样子 例如说我现在就是强迫大家一定要用它 因为我就是告诉大家 每个人都要报告 然后我要看到它在上面 可是我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 让大家试试看这个东西 他的好在哪个地方 那你的长官有可能是因为他有什么样的需求 那我们可以再来看他的需求 他怎么样子的导入 因为不一定要被绑在这个上面 我要先跟大家讲 我今天是要跟大家讲说有哪些协作工具 你可以用他习惯的东西 然后用他可以跟他协作的地方 你重点是要跟他的是 我们可以多人编辑 如果长官东西都在你的电脑上面 那我只能跟你借电脑咯 那你的那个有点不太保险 但如果他想到另外的 可以跟你网路上面协作编辑的东西 我也觉得我不会说一定他要来这个地方 对 好的 我的在333好 然后蘑菇是一种动物 没有 没有 就是实际上因为我跟我朋友来 我朋友是一个台湾通 所以我不知道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的 所以我就瞎写了一些东西 然后我比较想要试一下 叫霸丸吗 怎么读啊 肉圆 霸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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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的是擰下也是,是在135行開始 135行擰下也是 OK,這邊大概可能解答一下 剛才有位朋友他說自誘的部分 我在那邊初心者 Eric編輯那一行 那個是自誘,那是基本HTML語法 我大概查了一下,他只能這樣子去做 另外的話 插入圖片的方式 你可以直接去用其他網址的圖片 直接引用到這邊來 不過基本上可能要看一下 那個圖片的網址 你去看一下,如果像Chrome上邊 它有些淨灘號代表說 圖片的那個網址那邊 它是比較不是那麼安全的話 可能會沒辦法引用過來 那 網址這部分的引用 大家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Google Map Google Map 剛剛有朋友在問這一塊 那其實我剛剛也查了一下 Google Map的用法 它基本上不是一般的網址直接這樣去貼 它這個網址的產生 也是從Google Map的那個程式去裝出來的 大家可以去 Browser那邊去點到Google Map 那個網址那邊去以後 找到你要的那個地址 定位以後 然後點滑鼠的右鍵 然後選擇Share 對 主持人幫我點一下 然後幫我攝取一下 林夏夜市 他怎麼知道我要林夏夜市 對,你點它 然後 它上面有一個star 你點第一個林夏夜市 嗯,好,那邊 右邊有個分享 對,你按一下分享 等一下,你點下去 然後右邊有個砍入地圖 砍入地圖 對,點下去 OK,複製這邊的HTML這個整段 把它貼過去之後 你就可以把它整個地圖去include在那邊去 OK,大概就是這樣子 感謝分享 謝謝大家 喔,它的大小size 對 它牽入的大小 對 這邊有自訂大小 好 這樣做美食地圖很重要喔 補充一下喔 因為這個網址 大家一定要透過它這個API去include進去 因為 基本上它的API 它定出來它的地圖的話 是定出它的座標位置 它怎麼去編它的座標位置 其實你不會曉得 所以你要透過它API 轉出來的網址才會是對的 OK,謝謝 感謝同學分享 我先問一下喔 我補充一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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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Google API的部分 找其他走分的 它現在如果說你是無間機器的話 也是要跟它買來的錢 才可以差 所以的話你只能用它的 它標準網站上的API 喂,就是剛剛我補充一下 它的那個Google API的部分對不對 它早期它是可以自己做 就變成說你自己用自己的地圖 例如像說臨時政府 它不是有弄標記嗎 它有自己的面板 然後早期它是open的 變成說都可以使用 但是後來改完之後 如果你要套到自己的地圖上的話 你要另外買license 然後說 還要把license 放在它的那個程式碼裡面 才可以看 要不然的話 你只能用它自己內建的 就是分享的方式 才能做貼這樣子 好,謝謝 感謝分享 那 所謂的 可以幫我打一下Google API嗎 我們越來 大家都可以學到新東西喔 其實Google它有提供 有一些很多服務 例如像說QR Code製作 或者是說表單製作 然後圖片等等 你可以透過它的程式碼 把你要的數值傳到它的程式代碼上 它就會產生它所 你所想要的東西 這樣子 好,我知道它的問題就是 API是什麼 它在程式的畫面 應用程式的介面 就是 在程式的運動 產資料 必須要傳販 API它是應用程式介面 它主要是 機器跟機器之間在傳資料啦 這樣講應該 不對 對 我看到後面的人 都在搖頭 我們把這個題目留著 之後看看有沒有人來回答 第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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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講的都是叫 你看那個 有沒有人在講 還沒有人在講 那個叫做 謝謝 請問他 有機器 那麼 找找找 但是如果不想直接把我指導做差一點 做外面的場景就 我要寫個接口讓 可能是教寫我一程式跟他叫我們指握 比如說我們指出廣話 你很瘦有些指握的 像指握人說哪個指握 然後他要去幫你指握 他一家裡這樣叫 就是外面的人哪個指握 因為如果要打說 我幫我找你 然後說他不想我會去 我會去指握他指握 去呼叫他去跟他溝通 他就是應用 他主要是溝通界面 他能去溝通 還沒 下一位傳到過程 阿倫講了嗎 還沒 傳過去 好 大家好 哈囉 我在那個1704 泳河豆浆進階版 因為我知道很多 就是 因為我自己有接帶一些來國際的客人 然後他們也是遇到這個 就是 他們來都會去吃泳河豆浆 然後他們就會發現那個菜單真的很可怕 就是不知道怎麼點 然後我就講了幾個 就是即便你已經吃過之後 你也可以嘗試的 然後我寫了兩個 一個是推薦了一個餐廳 第一個是秦小姐的早餐點 然後我加了一個他的地圖 這樣這家早餐店真的很酷 往下拉有一張圖片 就看這張圖片就可以了 他的菜單超酷 他上面是寫新疆豬排 獅子頭夾飯糰夾饅頭夾 任何你想加的東西都可以 然後還有很多奇奇怪怪的 就是特點 他也是早餐店喔 而且就在這附近而已 然後後面第二個欄位是寫推薦菜單 就是水蛋餅 一般吃的蛋餅是那種煎的硬硬的 可能要再往下拉吧 就是有一張圖 他就是皮比較厚啦 就是只是這樣 然後這邊我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像這個圖片上來都是預設大小 可是我試著想要去改他的大小 可是就是 就我不知道怎麼弄 然後我查了一下 語法好像是這樣寫 可是就是沒有效 OK 好 我不知道我怎麼做 所以我把它貼上來 對 好大概這樣 應該是這邊還會再加Style之類的 加Style是什麼意思 Style 喔 OK 好我等一下試試看 對你可以試試看 是應該是從Style開始 欸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小K 那個我的景點在335行 然後那個很多字都是直接複製鐵傷 因為本人非常懶惰這樣 然後它是北投公園 就是如果假設有人覺得這個天氣 就是我覺得已經有點秋天的感覺 所以如果要去那邊可以附近去晃晃 假設想去泡溫泉 或是想體驗那種在地市場風景或什麼 都可以到那邊晃晃 看風景或是爬山 遠一點去爬山 或是再走遠一點 順便大家這邊去淡水都可以這樣 好 那往前 我來 我來 泡妮 我的是 大家好 我叫莎拉 然後我的是212行的開圓肉圓 我只是隨便亂編一個 就是 在這邊 然後 就是隨便插入了圖跟推薦下來 然後 那個 就是 下面 我的問題是因為我做不出表格 然後地圖下面的控行做不出來 地圖下面的控行 然後還有表格也做不出來 表格通常是你點這一個它就會有 你就照著它這個語法 下去打 就是這邊是你的title 所以它這邊還有個寫格線 然後這邊下面是內容 所以你的表格可以這樣子做出來 對 好 然後控格 就是控行啊 控行沒有 就地圖下面控行 你想要在這地方控格嗎 對 控行 我的通常控格都很髒 有沒有比較好一點的 我的是手動型的 有 有比較好的答案嗎 我的做法就是這邊打個空白然後enter 對 但是這蠻髒的 空白 可是我剛剛 我看一下 不用BR啦 就是 因為我用控格也弄不出來 BR 喔 對用BR出來 好 這個是HTML語法 控格語法 對 就是以前我還是 就是學會這個時候 用到很多機構 因為有時候 你在用一些網頁 編集中部落格 然後就是 他怎樣調 你都調出那個控格 你都會想 到他後台MTML加起來 對 那個怎樣都可以弄不控格 這樣子 你是一個 我自己有怎麼選擇 好 我們 我們 我猜一下 BR它不控 它其實不換 換好 換好 但它主要 你也想要的是換行 對 你要的是換行 對 你要的是換行 就是要 對對對 對 前面它代表是愛 後面那是愛 可是 嗯 因為你如果你要的字畫 按直接數字就好 換一碼的話 再後面那是愛 對 我們還有問題嗎 我突然發現 前面還有一些人 大家好 我是陸峰 我推薦熱壇是因為 大陸人對台灣的印象 基本上是來自 小學課本裡面 讀到的熱壇 就是我們大陸人對台灣 最初的印象 然後 然後在那個 在 因為 不管在大陸 什麼人的眼裡 就不管是九份 還是宜安 還是花蓮 可能是地震 什麼可能會知道 但是 日月潭應該是最初的印象 所以我想推薦這個 而且日月潭 事實上 我來過台灣好幾次 台灣當地沒有人 沒有人在推薦這個地方 是吧 所以我想 反過來可以試一下 去看一下 因為全部被你們中國人 站起來 沒有啦 我想講的事情是 你這邊有很多景字號 對不對 他要Enter下來之後 我這邊看到不一樣 是在三十幾行那邊 三十幾行 原來在二十幾行 現在變成三十八行 對對對 下面下面下面 往下一點 喔 對對對 我是有圖片 有地圖的 喔 那就是 剛好另外一個人寫日月潭 那個也是我寫的 失敗了 好好好 原來如此 好 越來越成功 下一個 我是婉玲 我剛剛又跳下來了 應該是在一百零八左右的樣子 是那個鼓舞 鼓舞團 喔 對對對 在這裡 推薦的它不是一個具體的景點 但是呢 它其實也是一個空間 所以 它是叫鼓舞團 然後呢 在下面加了一個地址 它是 就是可以跳即興的地方 就是一個朋友 就是我問他台灣有沒有 跳接觸即興和共生舞的地方 然後呢 他就推薦這個給我 嗯 我是後面看到大家介紹那個 怎麼添加位置 然後呢我就添加那個位置 不過我往下面滑 就是說在Facebook上面了解他們近期的活動 我還不是很清楚怎麼把那個鏈接變成 就敲鏈接 就是它 它不是鏈接的形式變成文字 然後有文字直接點進去這樣子 藍色那邊是天王 然後你中括號哪一個的話 噢噢噢噢 大家怎麼越來越複製越來越多了 我剛剛 藍色的字下面小括號那個藍色字 這邊這一段括號你應該要填字 對裡面是 然後這個括號你要把這個網址移下來 你的這一段字 要放進這個中括號裡面 然後把你的網址剪下來貼到這個括號內 噢噢噢我了解了 對 好下一位 大家好 我叫Ronnie 然後我的是從480 華山 華山 喔華山 OK 對 那這邊是一個文創園區 然後它靠近板南線 應該是在 散島市站下車吧 嗯 可以走路過去 那 因為前一陣子剛好有去過 然後 覺得那裡還不錯 就是它 活動蠻多的展覽 然後也有一些 就是免費付費的都有 然後我剛剛也插了一個地圖 然後 因為呢 又聽 聽過人家說 我其實 應該是上個月吧 才去過 第一次去富航豆漿 嗯 那排隊超久 那我果然也排了一個小時 所以如果大家有 有意思 想要去逛華山的話 就是可以先去排隊一下 然後吃個早餐 然後去逛華山 或是逛累的呢 再過去 雙月也在那個 同樣差不多地點 對 剛剛想去雙月的同學 你可以 那邊逛一逛 對 那我剛剛只是想 試試看 Google Map 可不可以也把 那個 從那邊走路的距離算出來 所以我就順便也放上去 就是走路是八分鐘 所以走路它的圖也是上來的 對 那我聽說 我自己沒有去參加過華山文創中心的導覽 那聽說那邊的導覽 也蠻有趣的 會了解一下那邊的歷史 我人在145行 大家好 我是Grace 然後我介紹這個是 桃園地景藝術節 它是 145 它是最近的一個活動 然後到9月22日而已 然後它白天就是很多藝術品可以看 然後也會有人可以定時導覽 它是免費的 然後晚上還有一些那個 那個光雕的活動可以看 就這樣子 好 下一位 各位大家好 我是飛燕 然後我在303夜 一個很深山的一個史馬庫斯 騎車上去的話大概要三四個小時 然後我為了上去拍新軌 然後就騎著我的摩托車就上去了 它那邊基本上是很荒僻 所以電的部分就部落是完全沒有電 所以就帳篷上去 就看你是帶發電機 還是就是點營燈 像我這一張拍新軌 大概鋪了大概二十分 二三十分鐘再跌圖吧 然後都跌成這樣子 然後可以再往下來嗎 謝謝 再往下 再往下 所以說其實那邊感覺很棒 然後下面那個福壽商農產也是 我也是騎摩托車上去的 那時候主要是為了賞風 然後福壽商農產其實它是一個 算是政府的退休的 退府會的營地 然後它其實也還蠻多人愛去那邊露營 然後我這次也是為了上去 是為了拍風 然後剛看到其實這還蠻漂亮的 所以我在這邊鋪 我大概在外面拍了兩個鐘頭吧 才把這張搞定 下面還有一張 這是它白天的樣子 說真的還蠻美的啦 如果真的愛好錄影的 其實可以去看看 謝謝 好 往前換你 有開嗎 有聲音嗎 好 各位好 我是國寶 然後我的程式在152行 下面那間 下面那間 下面的 就是這一個 就是 這是一間 就是 永和區的義式料理 然後是我姐姐開的 這個工商不錯 祝永和的朋友 祝永和的朋友 往前看喔 對對 自入心一下 然後它上面有 我放一個實際的超連結 對 然後 那個 然後下面有實際 然後 還有圖片跟Google Map 對 然後如果今天有人 就是之後有人想去的話 可以跟我講 抱你的名字 對對對 可以啊可以幫我名字 打到骨折 對對對 應該可以招待一個 任何柵屋沒問題 好 我的在493行 龍門客棧 餃子館 呃 去過幾次 然後 每次都要排隊 然後裡面有 各種 小吃 就是 什麼牛雜 然後還有 牛肉麵餃子 然後牛肉麵湯 就都很好吃 而且 很便宜 然後它那個店面是一個看起來像微樓一樣的房子 就非常老舊 然後很有那種傳統的老房子那種味道 在裡面用餐體驗挺好的 好 那換 你改一下東西 那我要往下囉 大家好 我是Ding 那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在第四百行 電梯向上 四百 對這裡 那我今天要介紹的是花蓮公正報紙 那其實我是路過看過就是沒有知過 因為想要去世的時候有到那邊的時候都要排隊 對 因為花蓮公正報紙就是 聞起來還蠻香的 很好吃 然後之前當兵的時候也在花蓮 然後那時候我印象就是那個長官 他們有買一大有好幾袋公正報紙 然後結果我也沒吃到 對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花蓮的話 公正報紙其實一定要去吃 沒有其實會很遺憾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Wally 我推薦的地方是烏來 那基本上就是我家的後花園 有個大花園 很大 那簡單介紹一下 烏來的面積服務員 就大概等於一個台北市的大小 再來第十九行 然後在我們這邊有很多外地來的朋友 特別是中華來的 那實際上坐捷運轉公車就可以到達 霧來老街就可以逛逛吃點東西 那原則上餐館都不推薦 我沒有說它很貴又很難吃 我沒有什麼說 但是風景推薦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你要吃東西 我是建議啦 就是買一點小吃邊走邊吃也蠻愜意的 那買買溫泉 冰溫泉蛋啊 那個福菜包子啊 那隨便挑一家山豬肉香腸 我保證山豬肉絕對不會是野生的 是不是山豬肉我都懷疑 然後以前就是要通往那個溫泉街 就是唯一的那個懶勝橋 舊橋 老橋已經是唯一橋 因為受到樹低的颱風等等的侵襲 已經不行了 50年了 那在剛剛好 昨天拆除 那現在是新的那個 下來 上面一點 新的 現在一個新的光雕橋 對 那這個橋的特色 據說這個橋花了幾億啊 花了五億啊 我也不曉得跪在哪裡 但它的特色是它沒有橋墩 所以不管水在怎麼沖 颱風在怎麼來 都比較安全 然後也比較高 不會淹過橋 因為上次說第二颱風 是那個整個烏來的溪水 南市溪水直接蓋過橋 嗯 死了不少人 好 那下 換你 對 後面還有一個 我記得他 我叫阿湯 然後我的介紹在427行 他有search 所以其實 他可以直接跳好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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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啦 身為一個麻瓜的我 我知道他有search 所以我之前是用search 只是因為我這樣子打字 拿麥克風 我會覺得我滾滑速比較快 好 好 我要介紹的是烏馬Solo 這個有去過台中應該大家都有聽過 然後我是一個Solo狂熱者 所以我就先從這一家推薦 如果有去台中的話 抱我的名字 沒有幽輝 然後我也是 就是依照 剛剛前面幾位大大 就是 就是放地圖啊 什麼的 對 喔 因為我把它 我把它調比例 我也是小的 我把它比例調小 剛剛不是有講說 這邊可以選大中小嗎 對 對 那個地方 剛剛的 手動調也可以 對 對 那個外的 那邊可以 對 這邊可以 但你這個是故意的嗎 哪一個 刪除線是故意的嗎 喔 對 我在試 喔 好 他有用出刪除線喔 就是這毛毛蟲 前後夾著在一起 會有刪除線 然後地圖下面還有一個 歐一席 地圖下面 唉唷 對 就把它變紅色 對 好 謝謝 好 調顏色 所以 補充一下 剛剛有人講到說那個 補充一下喔 剛剛有人講到說那個照片 變更大小喔 他除了這邊改他的寬度 跟高度之外 還有另外一種方法可以改 他語法有點不太一樣 那可以幫我跳到 我看一下 幫我跳到 我看一下 幫我跳到第185行 OK 這邊 這邊我已經列出來有兩種方法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概就知道 那其中下面有 WDTH200 跟HIDE200 那其實是 Backgammon它一個大小的一個方法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上面 它有mark起來那一個 等於100 x 100 有沒有 那個100 x 100也是一樣 它的寬度跟高度 你也可以這樣直接下 就可以變更到它的圖片的大小 所以你們對看右邊就有差別了 右邊有兩個圖片 就是100 對 現在有人在改 150 有沒有 直接這樣就可以編更 好 謝謝 幫我傳一下麥克風給他 哈囉 我的是最下面的 泛泛溫泉這個 應該500多行 不對 幾行 這邊 530幾行 這邊 對對對 然後 我在試的是 那個圖片 然後 我雖然有成功讓它變小 可是我不知道 可能圖片有可能 比如說置中 或者是調整位置 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 我在試縮排 對 也沒有試出來 就是可不可以 有沒有可能是它 不要有前面的那個 清單項目的那個符號 然後可以縮排 但是 沒有 我只有試出 清單項目符號可以有縮排 但是 對 有沒有人可以解答 或者什麼 沒有 沒有 沒有嗎 好 大概是這樣 Tab嗎 Tab會變成那個 就會變成 呃 引用之類的東西 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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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縮嗎 剛剛有人打了哈哈哈哈好像就有縮 有縮 哈哈哈哈在哪 怎麼 這個 然後 Tab Tab OK OK 好 右邊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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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 同學再一次 好 可以 有嗎 有囉 沒有 它是整體 全部縮進去 可是為什麼 我上面那個 第一個 縮排 我看一下 五四六行 我也是用 這個方式 可是它就會變成 它就會變成 引用的文字 對我也是用Tab 這個我也是用Tab 是 是 為什麼這邊會有這個 沒有 我再試 那個縮排 對 還是說因為是單行的問題 對我覺得它被標題卡住了 喔 標題 喔 OK 了解 了解 但是我 對我剛剛按了也是有縮排 喔 OK 突然是它這邊卡住 它被標題 所以這邊問題是重打一次 那個 這一行吧 好 好 那 我們就全部的人都試過了一下 HackMD怎麼做 那 如果 我會推薦你如果你是要打共筆 就我們常會拿它來打共筆 就是一份文件 要大家一起協力的時候 我們會拿它來做 或者是 如果你要公開分享一份文件內容編輯 但是其實你不是那麼的複雜 那你也可以用HackMD 舉例來說 像Costcap它的社群守則 其實原則上就是網路上有個空間讓你放你的內容 它就是放在HackMD上面 那它就是用Read的版本 讓大家知道說這邊的東西在哪裡 然後 它用簡單的 喔 簡單的喔 排版方式 讓你一目瞭然目前裡面的內容是什麼 那因為我會舉例它是因為 我們這場活動的Call of Conduct 是從Costcap這邊參考過來 但是其實Costcap也是從別人家參考過來 所以 在開園裡面其實大家非常喜歡有分享 然後你願意讓別人再去拿去做使用的概念 所以他們其實感謝跟授權的地方都有寫得很清楚 好 那剛剛大家製作完的這一份文件 我要 對我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要介紹說我們要把它收集在哪裡 那大家看一下喔 我們有一個HackFolder 我待會給大家link 那我先編輯給大家看 就是當你進來HackFolder的時候 我們從這邊一起來好了 好 我們為了這一堂活動有開一個HackFolder 在行前信有寄給大家嗎 沒有 沒有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寄 OK 而且覺得HackFolder可能是需要解釋 那就是對於那個 一般 就是其實現在很多資訊 你是不是都是用網路連結 就是你常常要一個東西 人家就丟給你一個連結 那就當一件事的連結過多之後 其實你就會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是你根本很難查每個連結在哪 所以HackFolder就是一個收集連結的一個東西 就是把他資料夾或是目錄 目錄 index 就是變成你只要有一個這個 這個東西 這個網址一打開裡面 就是所有跟這個課程有關的連結 就算有人丟的是餐廳資訊 你就可以把連結收成在一個網頁 那記得我第一次看到這個的使用 就是在以前比如說突然發生地震 那有各方的資訊 那就會有一個社群的人出現 建一個HackFolder 把所有的連結收在這裡 那之後大家就是看這個連結就好 就不用說一直去記說 到底誰把資料放在哪裡 對 那所以這堂課我們也開了一個HackFolder 可以 其實我本來有想做董王子 但是我就覺得其實也沒有短到哪裡去 beta.HackFolder.org 寫線2019openbookcamp 就是我原本想做 但是後來覺得我只能幫你說這前面 其實後面也差不多一樣 有啊有放東西 有放東西 我點過來 而且我也沒有登錄欸 好我待會我去看一下 你去看一下 對那 基本上就是他這個 這個系統就是你只要點 beta.hackFolder.org 然後你後面取什麼名字 你就會呈現一個新的頁面 這樣子 所以你也可以用你的名字寫 比如說Lulu1,Lulu2,Lulu3 分別存不同的連結 對 那我現在要demo的是 我們剛剛那一份文件 我怎麼樣把它收集在HackFolder裡面 那這邊有一支筆 筆就可以編輯 那在他的這個資料 他其實是用類似Excel的方式 他是用一個格 資料表格狀 在管理這些東西 那我剛剛其實有開了一個 課程QA共筆 所以如果你上了HackFolder 你對於今天課程有任何的問題 你可以放進課程QA共筆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 像我可以把它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是剛剛的HackMD測試小遊戲 好 那完成之後請你重新整理一下 那他就出現在這個地方 我的前面剛剛有人打test啦 所以這邊會多一個test 那也好 這是測試頁齁 那這邊就是test 那我們 剛剛我們的那一份文件 就會被集中在這個地方 那一樣他們其實有一些demo 這個其實是社群 開玩社群朋友一起寫出來的 open source東西 所以他們有弄了一些demo 所以如果你有想看 使用說明或是問題或是程式碼 你想幫忙回饋的話 一樣你可以在點上面的問號 那就可以多了解這個東西 還有人需要這個網址嗎 我要繼續往下了 大家都輸好了嗎 接下來這幾天的簡報 就會放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會是你的 警囊密集入口 這是一個資訊入口 大家要收集出來 那如果你還不知道在哪裡的 請問一下你的親朋好友 就是左右的鄰居問問看 你問了一個好問題 就是為什麼我要介紹HackMD 他其實是有版本紀錄的 讓我找找他在哪裡 版本 所以就會知道在什麼時間點 他原本應該長得像A 怎麼變成了B 為什麼變成別人家的小孩了 那就可以在這地方看到 那這個有什麼好處 這是在貓咪不小心爬上你的鍵盤 亂幫你亂打字的時候 你要救回上一份文件 你就可以直接點 然後你可以就是復原之類的還原 對然後你也可以下載 你也可以傳送到Github 他們做了蠻多跟工程師 因為我覺得他們其實也是從工程背景出發 就工程師背景出發 所以他們做了蠻多 工程師們喜歡想要的功能 那其實有好處 對 好 那回來我今天的介紹 剛剛把HackMD跟HackFolder都介紹給大家 如果你還沒有知道HackFolder在哪裡 就麻煩你問一下你隔壁左右前後的鄰居 那另外我也想介紹兩套的專案管理 我在做Costcap的時候 這個2000人多的活動 然後兩天的時間 大家是志工的時間 到底要怎麼管這麼多事情 從獎者 從場地 從贊助 到底那麼多事情怎麼處理 其實我們還是需要一個專案管理的系統 那大家比較常用 我自己用過的 目前大家推了四種 四款裡面 我自己用過前兩款 Trero跟Redmine 那他們是比較不同概念的管理方式 我的使用上 他們對我來講 是個不同概念的使用方式 首先是看到的是Redmine 他比較像是以一個一個Task的方式 然後指派誰去做 好那他的完成進度是什麼 那你就有標題主題 然後指派哪一件事情是新影要去做的 那他就會指派在上面 那完成之後我就會打勾說我完成 所以接下來東西就不會工作事件 是記在人的腦袋裡面 而是用一個系統的方式來管理 那後來我們 我自己沒有繼續使用Redmine 有一個原因是因為 對我來講 它架起 它是Open Source 那架起它來 會需要一點技能 那在沒有技能 就是我技術能力還沒有那麼足的時候 我選擇使用了 我們後來也使用了Trero Trero已經是一間公司 它幫你架好了這個專案管理的東西 那它在上面比較常被使用的就是像看板 就是你可以像說 欸現在我們有哪些工作 那把它秀出來 例如另外也可以跑向最近比較夯的Squam 就是以每個Task 現在這一期要做哪些事情 哪些事情正在做 哪些事情還沒完成 然後正在等待別人做 那哪些事情完成 它用一種看板的形式讓你一目瞭然 每一個工作目前在哪個階段 那我就會蠻推薦大家在 你在做協作上面 你會需要跟很多人一起做 它不會是你一個人的工作 那你會需要很多人一起做的話 我會建議你挑一個專案軟體 如果是大的Case 你可以挑一個專案軟體 然後來管理你的Case 那另外我也會建議大家 在做協作上面也要想好 設定好你的授權規則 我們在做開源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說別人也一起加入貢獻 我們會熱見大家貢獻 你甚至會想拉別人說快來貢獻我 那這個時候有一個好方法就是 你在釋出這個東西的時候 記得把你的授權也加上去 上午的時候博強介紹了Creative Comments授權 如果你還有問題的 待會就寫在QA上面 我們會留給博強回答 沒有啦我也可以幫他回答 那另外軟體其實也有授權 軟體從AGPL GPL這種比較強硬的授權到MIT BSD 這種比較寬鬆的授權 它也是用授權的方式在告訴大家說 我的程式碼在這地方 我的授權是什麼 歡迎來改 但是你記得照我的規則走 然後也歡迎給我補罪給我patch 那如果你對軟體授權有想要多的了解的話 你可以上YouTube搜尋 開源教教我 教我正確選擇軟體授權 這個YouTube影片是 就是開放文化基金會的法治顧問Lucian 他在4月15的時候的一個精彩分享 我覺得裡面就已經蠻精彩的 把整個授權 整個程式碼語言的授權方式就是跟大家講 初心者就是我會建議大家可以先從Creative Comments開始 然後當你遇到程式的時候 你會更了解那個授權的概念 那以舉例來講的話 像維基百科 他上面的東西就是CCBYSA分享 以前維基百科本來他想要做的 像是牛津字典這樣 是專家字典 就是我們找專家來寫 然後寫出一個好的百科全書 讓大家使用 但發現一件事情很少人來做 反而這個方外偏 他們就突然之間相演 然後不然我們來民間自己弄一個維基百科 然後把授權寫好設定好 就反而是更多人來貢獻 所以變成維基百科是現在搜尋前次大的 然後也是大學生寫作業最愛的網站之一 對不對 就是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都是有眾人的力量 要讓open source的這些事情 他不只在程式語言 他連在一般的內容上面 影音上面都有各種不一樣的 把open mind這件事情放進去的地方 那另外我講 剛剛講到程式語言的授權的話 像Costcap他有為了 他是辦一個活動嘛 然後他就會 志工們他們會寫程式 他們就想說 如何要讓2000多人在30分鐘內報到完畢 這有點困難題喔 他們就寫了一個APP 然後自己呢 把這個APP也open source出來 那這樣子台灣的各個 現在台灣大概有五六個conference 都有使用到這個APP 這我覺得是一個蠻成功的案例 就是大家會願意使用這個東西 然後並且他是open source 所以大家也都是歡迎貢獻 然後他也把程式碼放在上面 所以如果你認為有哪裡有什麼問題 你都可以再貢獻回去上游 對所以這也是一個溝通的方式 那我剛剛下午的時間 就大概跟大家介紹了一些 我常常用到 然後我在社群裡面使用過的一些 溝通工具 協作工具 專案管理的工具 那另外我也提醒大家說 我覺得授權規則很重要 如果你可以把open source 授權規則先放上去 那更歡迎大家看到這個東西 路上撿到看到 你就可以來貢獻 這是一個最好的事情 那不免胡的 我還是要再提醒大家 release early release open 就是剛開始新手的時候加入都會覺得 我好像應該要寫得很豐富 才會完成這件事情 但其實不用 我其實我剛剛那一份 讓大家編輯的文件 我其實沒有寫得很豐富 其實大家一起把它寫得很豐富 而且大家有寫了一些東西之後 寫了google map的語法 然後大家看到之後 就覺得我也可以加這個 所以大家就把它加上去 所以大家會在這上面 可以看到一些別人的創意 然後再可以再改進這件事情 那最後就是 made the source be with you 就是 星際大戰梗 就是 made the source be with you 那在open source圈我們的梗 就是 made the source be with you 就是我們會希望說 這些東西內容是可以分享出來 然後這些東西是大家都可以使用的 對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那有特別要提醒什麼 我自己是要特別提醒 明天要記得帶筷子 如果沒有帶筷子的話 我們真的要表演便利天吃飯了 就是大家記得自備餐具 明天一樣是9點半開始 那就是今天如果有什麼遺留的殘存的問題 就是其實都可以記錄下來 因為不記下來 其實最後也都會忘記 我當初有什麼疑問 那就是要記得就是去hack folder 然後打開共筆 然後練習一下 總之呢把問題記下來這樣子 好 其實所以今天會比較短 今天就是到四點結束 然後大家可以先休息 就是回去休息 然後明天就是9點半前見 好 剛剛講的趣味就是我已經開在上面 那如果沒有任何問題 就在上面提供 然後照著我寫的浪格去的方式 那如果有人會幫你解決 你就把問題搬到下面 讓最多的問題都出在上面 那有人會不會有疑問說 為什麼沒有出現黑色那一塊 就是要點上面的 因為有之前我也就卡在 為什麼別人都有黑色的 我為什麼沒有 對上面有三個符號 一個是觀賞用的白色 一個是兩邊一起 然後又有純黑這樣子 對 純編輯而已 好 大概就是這樣囉 好 謝謝大家 辛苦了 一整天